观看动作电影赏暴力美学 大家好 我是探长 欢迎各位回到普影大案局 今天让我们继续翻阅 以巨星马克沃尔伯格为主角的系列大案 去欣赏两名顶尖大道的精彩博弈 浪漫的水城威尼斯此刻暗流涌动 一帮大道汇集于此 在首领约翰的带领下逼近目标 这是约翰的最后一次行动 准备干完这票就金盆洗手陪伴家人 尽管他上了年纪 但那双手却堪称无价之宝 可以在短时间内解锁最精密的保险箱 除了约翰外 队伍里的其他人也都各有千秋 查理智商卓越是团队的智囊 在他的计划下队伍从未有过失手 这次的目标是一个装满金砖的保险箱 他们用电脑模拟出房屋的内部结构 接着潜入室内 在保险箱的正下方涂上炸弹 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响声 摆放保险箱的地方只剩一个四四方方的大洞 还没等守卫们回过神 楼下突然传来快艇的引擎声 探头看去 船上正装着一个保险箱 见此清紧 守卫行忙开船去追 却不料这是查理的偷天换日之策 快艇上那支是一个诱饵 真正的保险箱此刻已经沉入水底 约翰正紧锣密鼓地破解着密码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精密的保险箱便被打开 露出里面价值三千五百万美元的金砖 金灿灿的光芒晃得三人睁不开眼 不过他们也明白此地不依久留 于是急忙动手开始转移 等警察赶到现场 三人早已带着金砖逃之夭夭 同时快艇上的二人 也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摆脱了追兵 就这样 在查理的神奇妙算下 劫匪团一枪不发便完成了这次行动 随后几人在白雪挨挨的山巅会合 他们畅想着未来 诉说着梦想 这次盗窃 每人都能分到几百万美元 足够他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低调 于是几人便乘车下山 准备暂避风头 然而人性的贪婪永无止境 就在汽车行驶到一处大坝时 前后忽然出现两辆吉普车 还没等众人有所反应 史蒂夫猛地拔枪指向队游 随后几个大汉从吉普车走下 毁忧分说便将后备箱中的金砖抬走 原来这才是史蒂夫的计划 贪婪的他竟想独吞这笔巨款 约翰健壮正欲采取行动 却被史蒂夫开枪打中 一时间车内乱坐一团 趁此时机 司机发动车子企图突围 却不料面前几人掏出手枪 无奈之下 他只好猛打方向盘 汽车最终失控扎进水里 可即便如此 史蒂夫仍不依不饶 举起步枪对着下方疯狂扫射 直到看见约翰的尸体浮出水面 才心满意足地带人离去 不过他却不知道 查理等人在水中 借助车里的潜水设备逃过一劫 等史蒂夫他们离开 查理抱着约翰的尸体悲痛万分 二人的关系一失一游 查理更是将其当作父亲看待 所以这笔血还深仇 他一定要抱 一年后的美国费城 约翰的女儿斯特拉 正小心翼翼地解锁着保险柜 斯特拉完美地继承了约翰的能力 与父亲一样心灵手巧 不过他把这个天赋用在了正道 如今在一家开索公司工作 这天斯特拉忙完回到办公室 忽然见到一个意外访客 正是消失一年的查理 自从约翰遇害 金砖被抢 查理就没干别的 一心追查史蒂夫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让他找到了线索 如今史蒂夫已经更名改姓 在洛杉矶开始了新的生活 是时候让他付出代价了 不过在查理的计划中 他们还需要一个开索高手 所以他才会来找斯特拉 然而斯特拉却对查理很是抵触 毕竟如果不是因为他 自己的父亲也不会干最后一票 但杀父之仇岂能不报 经过一晚上的挣扎 斯特拉最终还是同意了加入 次日查理向他介绍起团队的其余成员 电脑天才莱尔 爆破专家佐尔 以及超级车手罗布 介绍完毕 斯特拉正式入伙 保险起见 佐尔为几人准备了新的身份与电话 毕竟在史蒂夫的认知里 他们早就已经变成死人了 盘旋完毕 进入正题 查理已经想到了一个绝佳计划 他打算先潜入史蒂夫家中 拍摄内部结构图 接着黑入电话线 摸清楚他什么时候离开 到时他们便闯入庄园 破解保险箱 带着金砖抵达车站 最后乘坐火车远走高飞 有了计划 接下来便是准备工作 佐尔来到史蒂夫的庄园前 发现他用的是不锈钢栅栏 还配备了一个持有枪械的保安 同时庄园里养了几条猎犬 不过好在这些并不难对付 罗布负责团队的逃跑路线 这一天里 他将城市中大大小小的道路跑了个遍 莱尔则黑进史蒂夫庄园的监控设备 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第一天很快结束 众人来到天台分享情报 其他都很顺利 但逃跑却成了大问题 罗杉矶的塞车程度远超罗布的想象 他今天尝试了20次 发现平均32分钟才能到达车站 但这个速度对他们来说实在太慢 估计等史蒂夫追上来 他们还在路上堵着 这时佐尔突然感慨一句 如果一露绿灯就不用担心了 说着无意 听者有心 查理笑着看向莱尔 而莱尔也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 显然这点事难不倒他 准备工作完成 接下来开始第一步 拍摄史蒂夫家的内部结构图 为了不让他起疑心 罗布发挥特长 找上一个驾驶通讯公司设备车的女人 女人很快便沦陷在他浑身散发的魅力中 一夜过后 罗布顺利拿到车钥匙与工作服 接着佐尔断开史蒂夫家的网络线路 并拦下了他的呼叫电话 最后斯特拉穿上罗布偷来的工作服 在胸前装上微型摄像头 假扮成维修工 顺利进入庄园 可当看到史蒂夫的那一刻 斯特拉还是难掩心中的愤怒 双眼透露着浓烈的恨意 这让查理等人不禁捏了一把汗 作兴他很快调整状态 并未引起史蒂夫的疑心 接着斯特拉便按照计划 在屋里来回走动 不放过每一个角落 更是成功拍到了保险箱所在处 眼看目的达成 佐尔将断开的线路接好 电视瞬间便有了画面 斯特拉见状便准备离开 然而史蒂夫却像是觉察到了什么 突然开口邀请他吃晚饭 尽管对史蒂夫极为厌恶 但斯特拉明白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于是强忍恨意答应下来 二人约定周五晚上共进晚餐 而查理也将行动日期定在当晚 到时等史蒂夫反应过来 他们已经带着金砖远走高飞 根据斯特拉拍摄的信息 莱尔很快便用电脑模拟出 庄园的内部结构 却发现前面距离保险箱太远 金砖又太过沉重 他们根本不可能将其搬出屋子 这时查理灵机一动 问起莱尔屋内走廊的宽度 在得知大约六英尺后 顿时有了主意 他准备用小巧的宝马迷你 直接开进屋里 这样就能将金砖全部运走 可经过实测 锦人却再度遇到难题 迷你根本承受不了金砖的重量 这下只能让专业人士出马了 罗布找来自己绰号扳手的技工好友 听完查理的要求 扳手三下五出二便将 迷你多余的零件拆除 使其减重200磅 成功解决问题 之后查理锦人开着 改装完成的迷你标了一圈 从他们的表情不难看出 锦人对扳手的技术很是认可 同时莱尔这边也有了新的进展 他成功黑进洛杉矶的交管中心 取得当地的红绿灯控制权 并在查理面前秀了一波自己的操作 与此同时 史蒂夫也没闲着 因为金砖实在太多 根本没有买家能一口吃下 所以他只能隔三差五卖出几块 今晚他再度找到之前的买家 然而在交易中 买家无意提起 这些金砖与一年前威尼斯失窃的那批 很是相想 这让史蒂夫勃然大怒 他明白 如果买家说出去 自己一定会被人追杀 于是果断开枪灭口 就在这时 史蒂夫透过监控看到有人来了 吓得他急忙将钱与金块装进盒子 随后擦干净现场迅速逃离 但史蒂夫却不知道 来人正是买家的表弟 当地黑帮大佬 马什科夫 眼看现场如此血腥 马什科夫顿时明白 有人在黑吃黑 于是下定决心严查此事 另一边 查理带着佐尔找到自己的好友皮特 准备从他这里买些炸药 皮特也算是一个地头蛇 消息颇为灵通 他猜到查理要对那批黄金动手 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隔天一大早 马什科夫找到一个在表哥店里工作的男人 一番逼问得知 皮特曾经去店里询问过金砖的事 当即带人找到皮特 抽出一柄利斧放在他面前 原来皮特的确去问过金砖的情报 不过那是为了调查史蒂夫 引下自己性命堪忧 皮特哪还顾得了那么多 本着死到有不死频道的原则 很干脆地将查理供了出来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黑帮盯上 此时查理等人正紧锣密鼓地推演着计划 今晚便是史蒂夫与斯特拉约会的时间 也是他们展开行动的日子 于是一行人等史蒂夫离开后 驾车朝他庄园驶去 然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查理算到了一切 却没算到史蒂夫的邻居 今晚在家开派对 这么多人看着 他们也不敢冒险开大门 只能无奈取消计划 而斯特拉为了稳住史蒂夫 便掉头前往二人约定的餐厅 然而他却不知道 狡诈的史蒂夫早已起了疑心 在约会过程中故意迈出破绽 也由他说出约翰的口头语 这让史蒂夫彻底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顿时变了脸色 连看斯特拉暴露 查理等人也不再隐藏 纷纷走了出来 这下就算是史蒂夫 也不由他大吃一惊 没想到他们竟然死而复生 不过他很快便稳住心神 明白了一切 听着查理满含怒火的质问 史蒂夫一脸不屑 他认为一年前那不过是一场竞争 而自己是竞争的赢家 如果查理还想玩 尽管放马过来 毕竟他能赢一次 就能赢第二次 看着那嚣张的嘴脸 查理实在是忍无可忍 带着自己压抑了一年的愤怒 抬手便是一拳 可尽管出了气 却也让史蒂夫觉察到计划 这意味着他们几天的努力 全都复制东流 一时间众人很是沮丧 就在这时 坚听电话的莱尔 带来一个消息 史蒂夫准备带着金砖 逃至夭夭 这消息让查理为之一阵 他明白史蒂夫并非外表 看起来那样无所顾虑 他转移就意味着怕了 怕了就会露出破绽 现在他们要抓住这个破绽 查理当即决定 在转移金砖的路上动手 至于计划 当然还是他最熟悉的 偷天换日 就在几人准备动身时 皮特突然打来电话 将马什科夫的事告诉了他 这让查理不由得一头雾水 不明白自己怎么 背上了杀人的罪名 不过他很快便想到解决办法 拜托皮特再帮自己一个忙 处理完这件事 查理联系上班首 因为计划有变 还需要他的帮助 而班首也提出自己的条件 他不想再当工具人 要名正言顺地入伙 就这样 犯罪团队再添一人 接着查理与罗布买了一辆卡车 又和佐尔一起 在地铁隧道里装起炸药 一切准备就绪 好戏正式开场 毕竟清楚查理的本事 史蒂夫也做足了准备 他雇了一架直升机 打算在空中全程指挥 更是找来三辆装甲卡车 与三个押送员 以此来混淆试听 不过这对查理来说完全没用 他让莱尔计算三辆车的车身 成功找到那辆装着金块的卡车 随后 莱尔又开始操控红绿灯 制造交通事故 顺利让卡车走上 他们布置好的那条路 眼看计划顺利进行 查理三人纷纷发动汽车 依靠高车的车技 避开人群驶进地铁站 在莱尔的计算下 三人显而又显地 越过地铁进入隧道 同时 莱尔又在隧道内亮起红灯 让地铁停在原地 不久后 三人来到埋伏地点 紧张等待着下一环的进行 下一环便是扳手这里 此时他已经看到装甲卡车 随着倒计时结束 左耳用力引爆炸药 刹时间火光四射 尘土飞扬 炸药围着卡车画了个圆 在一道剧烈的爆炸声后 卡车如计划中那样掉进隧道 同时 扳手也启动开关 路旁车上的钢板随即落下 不偏不移 正好盖出大洞 这让直升机里的史蒂夫瞬间傻眼 我那么大一台卡车呢 怎么转个头的功夫就没了 好在车后的押育员目睹了全程 急忙驾车驶进地铁站 却发现地铁将隧道堵得严严实实 无奈之下 只能另寻入口 与此同时 罗布已经将驾驶员迷晕过去 而斯托拉也成功打开保险箱 众人再度看到那闪闪发光的金砖 经过莱尔的计算 虽然史蒂夫已经卖了不少 但余下的仍价值2700万之多 这让他们不由得欢呼雀跃 事不宜迟 几人急忙开始装填金条 随后驾驶着迷你 朝预定路线逃去 这时 两名押育员追了上来 却被罗布用精湛的车技解决 然而他们已经将信息告诉给史蒂夫 就在三人冲出隧道的那一刻 史蒂夫也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眼看他一直紧追不舍 查理便让罗布二人先去车站 自己去摆平史蒂夫 说完三辆车分头行驶 此时史蒂夫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这件事也变成了私人恩怨 于是他命令驾驶员紧跟查理 经过一番追逐 查理被逼至全境 眼看无路可逃 他突然注意到一旁的斜坡 心中顿时便有了主意 尽管直升机被毁 可史蒂夫依旧没有放弃 他抢过一辆汽车继续追去 最终跟着查理来到车站 正看到几人将车停进车厢 等他们离开后 史蒂夫先生贿赂工作人员打开车厢 可他却不知道 这工作人员是搬手假扮的 所以这也是查理的计划 果不其然 随着车厢门打开 明明已经离开的查理 出现在史蒂夫面前 清楚自己落入了圈套 史蒂夫顿时恼羞成怒 抽出手枪 企图鱼死网破 然而下一刻 几名壮汉突然冲来 缴了他的武器 原来查理已经向 马士科夫解释清楚 并无一行李箱的金砖 与他达成交易 随着斯特拉满含恨意的一拳挥出 史蒂夫输得一败涂地 再也没了翻盘的可能 一切尘埃落定 查理等人乘坐火车 始向美好的明天 而史蒂夫则被马士科夫带走 迎接自己并不美好的未来 没办法 谁让他既不如人 还想玩黑吃黑呢 《偷天换日》 是上映于2003年的动作电影 本篇大排云集 由马克·沃尔伯格 爱德华诺顿 杰森·斯坦森等剧情加盟 让观众实实在在地 过了一把瘾 如果你喜欢本篇 那么欢迎去看探长 之前解说的《十一罗汉》 同样是惊险刺激的高智商犯罪 并且里面的大牌 一点也不少 今天这部马克·沃尔伯格的大案 阅览到此为止 以五分值来打分的话 探长认为剧情方面能打三分 演员四分 场面四分 总体来说 值得一看 毕竟谁不喜欢看 俊男辆女开着迷你 在大街上飙车呢 当然 以上只是探长的个人观点 如果你认为分值不准 或者有分值更高的影片 也欢迎在评论区 多多讨论分享 您的肯定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麻烦各位多多点赞订阅 我们下个大案见 拜拜